HOA的中文是小区物业费 那这个费只存在于连排别墅当中吗? HOA到底管些什么? 想知道你的HOA费都交到哪里去了吗? HOA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给我最短的时间,让你全方位了解HOA HOA的全称是Homeowner Association 所有的业主都是这个业主协会的一部分 一些重大的活动或者改变呀 都需要通过所有屋主的投票和开会再决定 那什么样子的房子会有HOA呢? 如果你看到一些房子有小区门禁 或者小区的配套设施 就通常都有HOA费 那除了condo和townhouse之外呢? 现在很多新修的single family独栋屋 其实也是有HOA费的 先来说一下HOA的优点 这个HOA呢主要管的就是社区公共部分的设施 比如小区的游泳池、公园、网球场和健身房 以及电梯等等等等这些的管理和维护 那小区的整体规划呢 也会给大家的生活 提供一些便利和娱乐设施 一般有HOA的小区 都会比没有HOA的维护的要好一些 像是一定时间之内 他们会刷整个小区的外墙、刷门 以及社区绿化维护这些 还有小区的门卫 这些都是HOA负责的 多数的HOA是含有一部分房屋保险的 像是屋顶这些 还有的HOA甚至连水和垃圾都可以含进去 我甚至碰到过一个HOA是含网费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HOA的缺点 HOA的价格其实差别挺大的 少则几十一百 多则上千的都有 并且HOA的费用每一年都会往上涨一些 我们以每个月400美金的HOA费来做比喻 一年的HOA就是4800 这个交出去的4800 是不会含在本金里去升值的 通常有HOA的房子 在过户的时候 我们都会需要签一个HOA的文件 并且还要通知HOA 更换业主信息 甚至有的房子的买卖要经过HOA的同意 还有一点就是 HOA因为对小区的整体维护 比如门的颜色和外观都要统一 所以HOA对每一个小区内的房子都是有一定限制的 像是我们如果要在大门口的墙上装一个摄像头 都可能会需要先经过HOA的同意 更别说你如果要多开一扇窗 或者封起来一扇窗子了 多数有HOA的condo都是不允许做短租的 长租或许OK 但有的可能也会需要经过HOA的同意 甚至有的HOA还要求屋主两年内不能买卖 需持有两年以上才能做买卖 那以上就是HOA的相关内容啦 要注意的是 千万不要忘记付HOA的费用 因为拖欠HOA的费用太多的话 HOA是可以在你的房子上放一个link 也就是欠款记录的 导致你的房子无法正常买卖 甚至被拍卖 当然也不是说你光欠一个月就给你拍卖了 也没这么夸张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付HOA的费用 买卖房子的时候也要记得 多了解一些HOA的相关规则 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Bye Bye